大家好,我是毒魂 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大佬也是从萌新过来的 在方舟生存计划这款内容极其丰富的开放世界游戏中 萌新时期的我们总会做出各种各样的骚操作 在一次又一次谋杀键盘未遂中 这些错误也见证着我们在游戏中的成长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简要排列下 方舟萌新玩家做过的实践令人啼笑皆非的蠢事吧 乱选出身点 念完身材,设完名称 在正式踏入方舟世界之前 我们最后要做的就是选择出身地点了 尽管游戏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每个出身点的难度 但就是有那么几个头铁的生存者就想试试高难度的开局 随后便自信满满的点开了其他出身地点 结果嘛,不是在沼泽被猪儿热情飞扑 就是在雪山被狼群盛情宽带 主你宽带的人家 在经历了几次出身继承河之后 咱也终于是学乖了 老老实实在南区出身吧 然后你就会惊喜的发现 这个难度标榜easy的新手村 不仅有神鱼偶尔还会刷几倍龙 操 捡龙蛋 刚进入游戏的我们对啥都很好奇 看见地上有个花花草草的都想爱意姐姐试试 直到某一天 我们发现地上这端端正正的摆成一个龙蛋 哎呦我去 这不正是老天送的免费午餐吗 可以拿都拿 然后就当你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时 却惊讶的发现 平时井水不犯河水的雷龙大哥 或三角龙大哥突然开始对你拳脚向下 甚至就连那平时怎么欺负都不敢还手的无耻一龙都来追着你拙了 这之后在感慨母爱之伟大的同时 你又一次成了盒子 下次记住 偷人家孩子这不欠抽吗 徒手掏蜂窝 都说生存者手牵的毛病是绝症 这不前脚刚紧了龙蛋 后脚就敢去掏人家蜂窝了 萌新时间的你在野外行逛之时 偶然发现悬崖边上一个蜂窝状的玩意儿 这当你满怀好奇心的靠近过后 赫然看到上面写着 暗逸采集蜂蜜 毫无经验的你 自然是毫不犹豫的按下了意见 结果嘛 自然是蜂窝旁又多了个盒子 生存者 这可不心吃呀 游玩片刻后 某些玩家很快就会发现 不同的食物吃下去后的功效也各不相同 有些东西既管保还回血 有些东西则会影响各种状态 这往往就导致不少某些玩家 会习惯性的品尝各种游戏里 那些能暗逸吃下去的东西 但是有些玩意儿那是真的不心吃呀 就像这个从黄昏鸟或企鹅身上敲下来的 看着冰淇淋一样的玩意儿 有些萌新玩家不假思索 下意识的就按下了意 有些则更有 即使物品介绍已经明确告诉你了 这玩意儿吃下去对身体有害 人就觉得可以试试 大不了试试就试试呗 除了有机冰淇淋外 稀有花朵意识如此 吃下它后 你立马就会明白什么叫农民起义 偏日里各种被打了都不敢还手的从逼 瞬间接嘎而起 顷刻间被打到了万恶的生存者 那我可真的敬你是个勇士 当然后期的我们也得好好感谢这段 友谊尝试的经历 正是如此我们才能得知这类物品的正确用法 信仰有下信 那是啥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这有玩家不知道方舟怎么迅龙吧 巧了我就是 在第一次接触方舟这款游戏时 别说怎么迅龙了 甚至压根都不知道原来方舟的龙是可以迅的 在网上查询攻略后才明白 原来方舟生物可以用打晕喂食的方式驯服 于是便在游戏中费尽心思打晕了一只迅哥 结果却由于攻略没看全 压根不知道黑果子压驯鹰的方法 再加上早期版本的游戏里 单击默认的驯养贝力可比现在低多了 眼直针看着驯鹰只要到底了 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再不两棒子了 于是在反复操作后 我终于亲手将自己驯的第一只龙送上了天 要命的是 黑果子压驯鹰的方法我在这之后很久才得知 于是在这期间驯服的生物 就算最后侥幸没死 那驯鹰有效性也早已跌废了 除此以外 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这么干过 驯龙的时候 宽爱意见喂食 结果发现肉味完了 驯鹰条纹丝不动 不是吧 这你也想着驯 刚掌握精英驯龙方式的不少萌新 都会有一段时间这样的错觉 那就是所有方舟生物 都可以采用打晕喂食的方式驯服 于是在这种理念下 我费尽心力又是走位 又是困龙房的 打晕了巨岩这位暴躁老哥 结果却发现 挥绝后的他居然没有打开物品栏这一选项 当时还以为是游戏出了bug呢 而在地图的某些位置 我们还能看到这种全身发红光的生物 不知有多少萌新玩家 误以为这是游戏里的稀有变种 向着赶紧抓一只回家 结果显而易见 在损了N条米后终于明白 这玩意原来压根没法驯服 当然代码除案 状是意趣不复还 意见 我们在游戏中最常用的案件之一 采集物资要靠它 使用物品要靠它 上下龙也需要它 时间缠了不少玩家就产生了习惯 时不时就会下意识地挨意见 但如果你此时正骑着刚驯服的 无耻一龙在空中飞的话 当然这一操作并非萌新专属 哪怕现在的我也会时不时地误出意见 不知屏幕前的小伙伴 是否已经彻底改掉了这一坏习惯呢 当萌新玩家成功繁殖出了 自己的第一只二代龙 面对这一帽子红光的兽金蛋时 却是一脸茫然 该怎么孵化呢 这时聪明的萌新又想到了 那万能的意见 然而就在按下意见的瞬间 屏幕弹出了一个选项对话框 真挚的发问道 真的要使用这颗蛋吗 萌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接受 接着只听一阵清脆的音效响起 兽金蛋瞬间消失在了物品栏中 我蛋呢 就在萌新焦急乱窜之时 他突然回想到 刚才那阵清脆的音效 和平时吃东西时的音效 好像有一点点的相似 不注意状态 饿了要吃 渴了要喝 冷了要穿 热了要脱 这些小孩都明白的常识 在方舟里同样是有 但就是有那么些玩家 玩着玩着 就把这最基础的玩意给抛之脑后了 哪怕游戏里生存者 以及饿得嗷嗷直叫都不给口吃的 重的喘不上气了 都不给天洁衣服 直至屏幕四周 红光闪烁 双腿骨折 寸步难歇时 才终于反应过来 而除了这些有明确提示的状态改变外 还有一项 萌新更容易忽视的状态 耐力 在陆地上或许问题不大 毕竟累了休息会儿就能马上恢复 但是在水里可是无法恢复耐力的 一旦耗光就只能以归宿前行 倘若这时旁边再来条鲨鱼啥的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而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骑程状态 最具代表性的 那还得是我们的老朋友无耻一龙 在那个一龙耐力一旦耗光 就会垂直下落的老版本里 试问有多少萌新玩家 不幸降落在了不该降落的地方呢 盲目自信 衣食无忧了 住所盖好了 武器装备了 战宠训好了 有些萌新就觉得自己行了 盲目自信的根本 其实就是错误的估计了对手的能力 例如拿个长矛自信满满的单条迅鸽 结果成一道绿光升起 带着几只迅鸽自信满满的对上刀割 结果招来全军覆没 毕竟游戏中各种生物的强度 终归是要玩家亲自测试后才能知晓 并且有时官方也确实不按常理出牌 就像我的一个朋友 训练两只霸王龙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 直到某天他骑着自己两只霸王龙六弯 看到了这个家伙 当时人家就心想 我这两霸王龙 连体型那么大的雷龙都能轻松搞定 搞定这个体型小一圈的家伙还不容易吗 随后我的这位朋友被深刻的见识到了 什么叫放舟第一野爹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小伙伴喜欢的话就请给个三连支持一下吧 有其他关于放舟之最的想法也欢迎在评论区提出哦 我们都会酌情考虑的 好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